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白银潮鲁来到长春市静岳区调研青创企业并看望青年 与青年朋友共度五四青年节 白银潮鲁代表省委向全省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希望广大青年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尊尊教诲 勇敢肩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把人生的美丽扣子扣好 把生活的每一步路途走稳 以奋斗实干放飞人生梦想 以创新创业成就事业划张 让青春在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光彩 白银潮鲁十分关心广大青年投身双创实践情况 他先后来到燃后蛋糕 酒一咖啡 创客商街等青年创业企业 详细了解创业团队的创意点子 经营运作等情况 为青年创新创业的勇气和行为点赞 他勉励广大青年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 提升创新能力 在创新创业大潮中把握机遇 在推动吉林创新驱动发展中 成就个人事业 实现人生价值 在酒一咖啡路眼厅 一场青年企业家创客沙龙活动正在举行 当了解到这一活动通过政策解读 专家授课 头脑风暴等方式 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了沟通交流 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的服务平台 目前已有五千余名青年创业者参与集中时 白银潮鲁表示赞赏 他和青年企业家面对面交流 分享他们奋斗的心得和成功的喜悦 并关切询问还有哪些困难 期待得到哪些政策支持 白银潮鲁说 青年企业家要把个人创新创业 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 紧紧对接市场化 产业化 差异化需求 牢牢抓住数字 文化 体验等核心要素 在融合创新转型升级中做大做强 创业不易 成功更难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宽容挫折 包容失败 加强引导服务 帮扶支持 为青年创新创业 打建更广阔舞台 为青创企业发展壮大 创造更好的条件 巴音潮鲁还来到青年榜样说 试剂分享活动现场 同大家一起听取 吕国月 万小白 陈毅然 唐颖 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重症救治医疗队等先进个人 和先进集体的试剂汇报 巴音潮鲁对先进典型的优秀试剂 和崇高精神表示敬佩 充分肯定他们身上 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吉林青年 报效祖国的炽热情怀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 和甘于奉献的思想境界 他说 青春由魔力而出彩 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 奋斗永远是开启 伟大梦想的金钥匙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 全省广大青年 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坚定理想信念 站稳人民立场 练就过硬本领 投身强国伟业总要求 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坚定信仰 勇挑重担 创新创业 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 积极投身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中 全面落实抓六宝 促六稳任务 着力推动 复工复产 复商复事 提速扩面 为决胜全面小康 贡献青春力量 创造新的业绩 调研中 八音潮炉指出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 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细心关怀青年成长 多次出席青年活动 同青年座谈 给青年回信 对新时代青年成长 和青年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今年五四青年节 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 又深情寄予 新时代青年 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 指明了人生航向 为广大青年担当责任 施展才干 建功立业 提供了重要遵循 全省广大青年 要始终牢记 总书记的尊尊教会 勇敢肩负起 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 让伟大的五四精神 放射出更加夺目的 时代光芒 巴音朝鲁强调 全省广大青年 要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的 听党话跟党走 让理想信念 在创业奋斗中升华 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要勇于开拓奋进 始终保持一股 出声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意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争作创新创业创造的先锋 让青春 在新时代吉林振兴的舞台上 展现出奔跑 奋进 奉献的英姿 要秉持为民情怀 从青年时代 就要有一种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感 和责任担当 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主动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奋斗 在服务人民中 砥砺青春 磨练意志 建功立业 要锤炼过硬本领 勤学善思 勇于实践 知行合一 不断积累智慧和经验 增强青春远航的动能 要砥砺道德品行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唱响青春好声音 弘扬时代主旋律 传递社会正能量 以实际行动 引领社会风上 八英朝鲁要求 青年工作抓的是当下 传承的是根脉 面向的是未来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要充分信任青年 热情关心青年 严格要求青年 关注青年愿望 帮助青年发展 支持青年创业 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 创新创造 做好服务保障 创造良好环境 全省各级共青团组织 要肩负起引领青年 坚定不移跟党走的 重大政治责任 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引领凝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 不断增强对青年的凝聚力 组织力 号召力 高广斌 胡家福参加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 在2月3号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 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关键是要选好项目 确保投资精准有效 要加强土地 资金 能耗等方面保障 今年白山市抓住 项目施工的黄金季节 围绕绿色有机 资源加工 全域旅游 开发开放 数字信息等方面 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 积极推进 再建项目 为稳投资 持续加码 今天的记者打卡大项目 带您走进白山市 今天我们大项目打卡第一站 就来到了位于临江市的 边境经济合作区 那么在这个委党内呢 现在正在建设的就是 中潮边境贸易 加工产业园区项目 进入项目的施工现场呢 我们首先听到的是 大型设备的轰鸣声 那虽然整个项目 才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但是从整个这几张规划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山水环抱的 近13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建立起的将是 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园区 这个项目建设的规划是什么 咱们整个园区 将来整个规划是达到 14万7千平方米建筑院里 大约建到19栋厂房 整个将来是容纳20家到42家 这个针织服装 电子厂等 劳动秘密企业进驻 整个企业园区将来建成以后 被政府提供 一万劳动力的就业 我们现在跟这个 法国的迪卡农 已经达成了一个 初步一项协议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正跟那个 安踏 特步 奇比狼 361等企业进行深度谈判 因为咱们园区 有一定的地理优势 长春呢 有这个长满文半列 可以保证他们的服装 在这个出口欧洲的路途上 减少很多运出成本 这个项目是我们2019年末 和投资企业达成的 不同一项 在疫情期间 我们始终没有 没有断了沟通联系 3月15号 我们顺利地实现了 正式签约 签约以后 加快推进项目审批的进程 在4月15号 顺利地实现了开工 创造了林江项目审批的 最快纪录 这个项目建成之后 将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呢 会积极带动林江 乃至白山地区的就业 对促进林江 边境经济发展 和清建富民 就有积极的作用 刘章颖 过两个月 咱再来看看 在白山市 一直都没有一家 大型的综合文化体育场所 所以说 白山市文化体育中心项目 一直被大家所关注 今天我们大项目 打卡的第二站 就来到这个施工现场 带您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白山市的老冯业公司 那现在我们看到啊 这个老厂区已经被现在即将建立起来的一个现代化的文化体育艺术中心所代替 2019年7月份正式进场开始施工 去年的施工部位是土方工程和基础工程 今年4月5号复工之后 我们进行了夹工层部位的施工 6月30日左右能完成主体封闭 主要是解决这个南部新城 这个体育设施缺失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因为这个2021年8月份 全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要在这个白山来举行 也为这个市运动会提供这个场馆 这个举行比赛和开幕式 还有二期还有这个起座这个老厂房型改造 整个这个区域呢 将来就是一个体育公园的这么个性质 将来就是我们的艺术馆 还有满足歌舞团 美术馆 这个将来都要搬到这个区域内 所以说将来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整个南部新城的一个文化体育 这么一个中心 也是老百姓健身活动的这么一个场所 今年白山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 172个 总投资832元 年度计划投资是129元 从项目的数量和项目的投资额看 我们今年比去年呢 都提高了15%左右 但从项目的质量上看 我们今年的产业的项目占比也提升了5% 可以说吧 我们今年的项目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 这个武艺有无数的青年人 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青春的激情 小长假出行客流增多 尤其在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上 铁路民航的工作人员 要面临更大的考验和更繁重的工作任务 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坚守成了他们无悔的选择 刚进站的这列火车是特1224列车 是5月2号从广州出发 突经湖北辽宁吉林八个省份 四日早上抵达长春的 这位就是这列火车的列车长 曾宪涵是个80后 别看刚到40岁 曾宪涵在这列火车上 已经服务了19个春秋了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注定了曾宪涵和同事们相处的时间 远多于陪伴家人 没有休息 就是赶哪天走哪天 就是走私休息 包括过年 我们都已经十几个年头没给家了 从30多摄氏度的广州 到10多度的长春 37个小时的路程 曾宪涵每4天就要重复一次 由于疫情影响 最近每位乘务员 每天都要重复无数次 给乘客查验票测体温 遇到不理解或是不耐烦的乘客 受委屈也是常事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 曾宪涵总会想办法 帮乘务员疏导排解 让大家能够始终带着微笑 服务乘客 防防我们得 3000多旅客 他们的安全 吃住行 包括服务卫生 我们都得负责 哪块不行 你车上都有嘴 五一期间在岗位上坚守的还有任泽 他是长春海关所属长春龙家机场海关的一名卫生检疫官员 作为严防疫情境外输入最前线 龙家机场海关要严格按照要求 对所有出入境人员实施三查三排一转运 今天一早 来自韩国首尔的航班一落地 任泽和他的同事们就第一时间按照提前接到的布控指令 以及风险预警信息 对机上225名入境人员开展登临检疫 旅客下机后 任泽还要马上赶往采样室 为申报异常 以及有症状的旅客进行鼻烟柿子采集 其实采样的过程当中 棉签它带来的那种不适的感觉 很容易让旅客产生打喷嚏 或者是咳嗽 流鼻嚏 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仅是影响了我们这个采样的效果准确率 同时呢也增加了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 这就要求我们在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专业而且要高效 不到6平方米的采样室 任泽和他的同事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 一工作就是七八个小时 并且容不得出一丝差错 我们海关人多一分努力 多一分信心 就会减少一分病毒传播的风险 因为我们是站在国门前面的 我们责任重大 我们的身后是祖国 是人民 为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 共青团吉林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团组织 开展了绽放战役青春坚定制度自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各地各单位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 在团圆青年中广泛开展了主题团日专题学习 网络话题互动等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引导广大团圆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用实际行动为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从我们这支队伍的组建 到飞机武汉各地 可能总共也 五一期间 共青团吉林省委组织了 以青春在战役中绽放为主题的 我省青年榜样线上主题宣讲活动 来自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奖代表 中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分别从各自的领域 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动人故事 传递榜样力量 我们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青年人的 均均教导 在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要尽自己的一切的努力 把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为主国的建设建功利益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以及我个人在武汉的感受 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 我们中国人民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 这种勇气和责任和担当 作为公安民警来说 就是要与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 我想这样一个伟大目标 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我分享了三颗心 第一颗心就是守住出心 也是不忘出心 第二颗心就是奉献爱心 第三颗心就是做事有横行 按照这种向上向善的标准和力量 去走下去 在省内各地 各级共青团组织也纷纷开展活动 传承五四精神 共青团吉林市委 邀请青年医护人员举行 绽放战役青春主题演讲 号召团圆青年实干担当奋进 四平市组织市职机关团干部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青年文明号集体代表等各界青年 开展了执造青年龄活动 用实际行动为建设新时代 美丽四平幸福家园 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力量 松圆 白城 通话 辽园等地 也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 倡议广大青年 将奉献有爱的志愿精神 践行到生活当中 实践和传承五四精神 青春由魔力而出彩 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 寄予新时代中国青年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与众心肠的嘱托 饱含深情的期许 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 今天让我们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在奋勇搏击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砥砺前行中激扬青春力量 青年星则国家星 青年强则国家强 怀揣远大理想 乘着梦想远航 青春才会增色 生命才更闪亮 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成为一个 能够社会有用的人 在平凡的广位上 绽放出自己的青春光芒 我的梦想其实是 作为一个青年学子 也就是一颗螺丝钉 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为国家建设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的梦想可能不是那么的具体 梦想在我这就是一种信仰 青年既是追梦者 也是圆梦人 每一代青年 都要在时代的轨道里 明确自己的人生行向 我觉得从我求医求学 这段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遇到的每一位老师 其实都对我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他们用这种以身作则 这样的一个大义精诚 这样的一个情怀 不断地感染着我 我最敬佩的是 那个中南山院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他们这些人就是 就奋斗在第一线 给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此次疫情期间 全国有四万多名 这个医护工作者 他们也被称为最美的逆行者 将来也想以他们为榜样 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 能挺身而出 榜样的力量 一直在实践着我们前行 对于我们继承命军 我们要向榜样学习 始终地与违法犯罪作斗争 服务好继承的 那个航人传作 及辖区居民 一个民族的未来 既望于青春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寄予青年 立洪胡志 做奋斗者 历史与现实交叠 当代青年续写五四精神 仍然需要梦想的力量 高远的志向和奋斗精神 没有个体的努力实感 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 只有把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青春有灰红的想象 炙热的情感 青春有搏击的勇气 活泼的力量 青春是什么 每一代人都会写下自己的答卷 今天的青年人 有理由也有能力 让人生驰骋于广阔天地 书生义气 挥斥方球 驾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最美的青春正在奋斗 今天书香吉林阅读 即重点活动 与青年朋友谈信仰 新书发布 即作品研讨会 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 来自我省的著名文化学者 高校教师 文化企业代表 围绕该书的意义 主要内容 对青年学生理想信仰的影响等方面 进行了研讨交流 与青年朋友谈信仰一书 以青年为对象 由25篇专题文章组成 从信仰的产生 信仰的发展 信仰的作用 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要义 每个专题都选取了 独特新颖的观察问题视角 回应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 不需影响东郊区 春在千门万户中 这个五一假期 可谓春色无边 处处皆美景 草绿花香 水波荡漾 游人所到之处 都是欢乐的海洋 通化县金斗乡 广信民族村 依山而卧 这里仿照朝鲜族民居的样子 打造六七十年代的记忆村庄 景区内有民俗展馆 游乐区 景观区 假山瀑布 独特的风格特色 一座座农家小院 一道道朝鲜族特色美食 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 扑面而来 就这个地方呢 很有民族特色 我在那边还看到了 就特别具有朝鲜族 这个特色的 很高的那个秋千 孩子也去玩了 挺刺激 国家4A级景区 梅河口市海龙湖 当地最大的人工湖 采用海绵城市设计理念 形成了一湖 两廊 三岛 四桥 七区的空间格局 这个假期 这里成了当地百姓 乐游的好去处 体验一下 轻松休闲的时光 风景也好 美食也好 眼下东风县 小四平镇双山村的 千亩野生杜鹃花 花开正宴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 我们看见的花非常美 特别鲜艳 特别好看 伴随着悠扬婉转的歌曲 原本宁静的花鼓 也热闹了起来 娇艳明亮的杜鹃花瓣 摇曳生姿 婀娜动人 一支支一簇簇 给春天的山岗 披上了亮丽的衣裳 桃花未落 金达莱花又开 连日来浑春河畔 浑春房川民俗村 一簇簇鲜艳的紫色金达莱花 纷纷绽放 在微绿的两岸 古色古香的村落间 格外醒目 让人们流连忘返 前日期间 许多市民走进浑春河畔 踏春寻芳 畅想大自然孕育出的 美丽景色 今天来看了真好 心情特别愉快 今天上午 茶干湖草宝明文化工作室 接牌 及大型系列纪录片 印象茶干湖 最后的渔猎部落 开机仪式 在松原举行 茶干湖草宝明文化工作室 主要致力于 茶干湖最后的渔猎部落的 文化挖掘与传播 纪录片 以文化探寻者的视角 揭示和展现 茶干湖最后的 渔猎部落的前世今生 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5月3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截至5月3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9例 累计治愈出院11例 在院隔离治疗8例 吉林市7例 长春市1例 上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307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192人 正在指定地点 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115人 截至5月3号24时 全省连续70天 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无新增一次病例 5月3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5月3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6例 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3例 已定证为确诊病例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例 新闻boss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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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